任何人欠 没有 绝对会知道 针对这个不实的报道 秀琴被报欠债38万 喊泪出面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反枪对方还要喊告 但现在债主反击了 自称是秀琴债主的郑小姐 一连提供好几张对话截图 其中秀琴不止在出国时 临时向郑小姐周转 说自己到了机场 却一毛日币也没有 郑小姐二话不说就汇钱 不晓得秀琴是否十岁之位 某天又向郑小姐说 有三万块可借党一下吗 还顺便和对方抱怨 经纪人抽很凶 不愿再对她低头 郑小姐同样在帮忙 还付上汇款交易 完成记录 白纸黑字的借据 外加对话记录 都在打脸秀琴说辞 我们实际支援给她 电话不通 没能得到回应 让整起事件变成罗生门 秀琴也被冠上 丁小琴翻版 丁小琴 我已经不是 你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 她是有说 就是跟我要账号 然后说会 会啦 我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同样因为欠债 闹上媒体版面的丁小琴 则是在事情爆发后两周 紧急汇款还钱 胖姐也证实 等了六年 总算收到了 然后像我刚刚跟你讲这双 至于郭世伦的前妻 Nina则是在离婚后 到大陆发展网拍代购 却也被网友指控 收钱不发货 因一群女星债务纠纷 可说是一波未平 一波有期 记得令我零传台报道